从后面中可以看到一辆机车横躺在路面 现场零件四散 安全帽一旁甚至还有明显血迹 事发25号晚间10点左右 在新北市领口 当时一名陈信女骑士正骑车往回家的路上 行进中山路的加油站旁 当时一辆货车加完油正准备从出口开出来 没想到女骑士疑似没注意到货车 因此急踩刹车导致车轮锁死自摔 摔车时后照镜片因挤压碎裂 刚好伤到女骑士的眼部 附近民众见状急忙上前帮忙病报警 带听断警方说法 还好伤者送医没有大碍 到医院进行酒册酒册值为零 目前警方将调月监视期来厘清车祸过程 目前全案依自摔车祸案件做后续处理